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号的台股最前线 那今天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是出现了一个开小高之后 先往下去做一个震荡走低 但从10点半过后 再度出现缓步向上拉抬的一个走势 而且是一路推升到尾盘来到最高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收盘价11399点 它是再度改写整个波段的收盘价新高 虽然说没有突破那个昨天的11428 但是以收盘价来看 它是整个波段的一个新高收盘价 当然我必须要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以过去这一波行情来看的话 要创下收盘价的波段新高 它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只要当天的指数不是下跌的 它通常就是波段的一个收盘新高 但是选择在今天礼拜五出现 我相信应该出乎很多投资朋友的一个意料之外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实际上当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呈现下跌的时候 然后以及这个礼拜 虽然说昨天震荡比较大 但是这个礼拜涨了一个礼拜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看到获利下车的一个卖压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指数往下去做修正 当时应该会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去做卖股票 或者说是去做一些空单避险的一个操作 但是当你回头过来看收盘价的时候 通常都是比你卖的那个价格 或者说是你放空的那个价格还要来的高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行情出现了一种现象 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看跌但是不跌 反而创下波段新高 这样子一个走势的时候刚好发生在11月1号 也就是11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整体而言我认为对于台股11月份的一个行情来讲 它应该会是一件好事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如果说你过去这几天 你有看夏小时节目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都还记得 那时候我讲到就是指数会先延续到那个礼拜三 然后礼拜四的时候因为有比较多的变数 包括苹果的财报 对不起 苹果的财报 包括了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要不要去做降息 这个都会影响到股市的表现 但当时我也讲到了 即便这两件事情它都是利多 那实际上出来它也的确是利多 但是接下来因为要针对所谓的一个技术指标来做一个修正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会去压缩整个指数往上攻击的空间 但是整理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要特别去观察是哪一种形态 因为当时我们谈到了三种形态 其中有两种它是有利于多方的 那当然快速往下跌 这个我想不用我讲 你都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利于空方的条件 那当时我们讲到这个有利于多方的条件的时候 我们讲到两个 一个是整理到11月14号的一个平台整理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则是快速的回档 在11月8号之前快速的一个回档 但碰到月线有手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两个形态它都代表着 未来会再度创下整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其中尤其是第一种 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我觉得会是一个最有利的状况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在于说 当听到修正的时候 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代表接下来的指数要呈现大跌 但是你记不记得 当时我讲这种形态的时候 我有特别跟大家强调 我说我希望它能够复制当初 9月中下旬的一个表现 你看9月中下旬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当时的K值最高是92.1 到最低的时候是37.85 感觉你就股价来看 感觉好像暴跌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看它这一段 它是不是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那种 看跌不跌反创新高的一个走势 结果你可以看到 它从高点到低点 它也不过只有修正162点 所以后续的一个行情 如果能够走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的话 我认为对于整体11月份 投资朋友你要操作 而且你要在股市当中赚到钱 我觉得会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 大盘的部分 现阶段并没有出现那种崩跌现象的时候 第一个你不用太过担心 那第二个 我也希望投资朋友 你可以把握住这样的一个行情 不要再度呈现赚了指数 但是却赔了价差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无非是两种状况 那种根本就空手的 我想我就不多谈 因为你不做 你当然就不会错 但是你如果在这样一个情之下 你明明做的是多方 但是你最终没有赚到钱 无非就是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你买错了股票 然后这个股票是持续往下破底的股票 稍后我会举一些个股来做例子 这些个股你可能要去做避开 那另外的就是你买对了股票 但是价位不对 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种股票你赚不到 因为你一解套你就想要出 明明那股价可能走出大波段 但是你却没有赚到 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要先搞清楚 你手上的一个个股 到底现阶段 它适不适合去做一个切入 然后以及这个价位 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的一个价位 所以我觉得今天刚好是 11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刚好礼拜六礼拜天 我觉得投资朋友也可以好好去 审视一下你手上的持股 到底该不该去做一个调整 那如果说你心中没有想法 那你希望能够听听夏老师 一个意见的话 你可以加入夏老师台股 最前线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Lite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夏老师台股 最前线的Lite好友家族里面 那有什么样个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请你跟我们的小编来做发问 然后我在礼拜一的盘中 我会去回答大家 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要记得订阅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一个频道 我先跟各位做预告 因为接下来 因为这个礼拜应该是不会 但是接下来的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夏老师有时间的话 我想我会录一些专题给各位 让大家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行情更了解 所以你要订阅夏老师的频道 你才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我们有最新的一个节目更新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透过这个分享的功能 多把我们的一个节目分享出去 那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能够多加来做帮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的一个部分 刚刚其实我有谈到就是说 你在赚指数赔价差的一个过程当中 通常是买到不对的股票 所以不对的股票包括 包括什么样的个股 我想我在礼拜三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当时在讲那个IC设计法说会的时候 当时我谈到联发科嘛 但联发科过去这两天股价表现很强势 他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当时我在联发科的那个下面的那一档个股里面 我有跟大家谈到6462的神盾 当时我们本来有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这一档个股是你应该要去做小心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的原因 我想我们就不要再去做赘述 我们只简单强调一个概念 当时价格是296块半 那是10月30号 但是在过了两天的一个行情过去之后 今天的神盾股价来到多少 今天股价来到263块半 换句话说呢 昨天夏老师暂停一天没有录嘛 然后到今天的一个行情 他股价就跌掉30块钱的一个空间 好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一档个股的看法 我们要去做一点调整 因为他有一些重要的价格区 他已经去做跌破 我刚刚是不是谈到就是说 以这一波行情 8月7号是投信开始买 8月8号是外资接下来买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去看 当时我们有谈到这个价格是 275到285块钱 那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今天的收盘价263块半 他是跌破了 过去从这一波低点提升以来 外资跟投信的一个平均成本区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 当然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第一个要提醒大家 现阶段其实大多数的人 他已经开始呈现套牢了 这是一档个股转为一个 比较偏向空方的一个现象 除此之外 过去这六天 我们应该这样讲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 又一个坏消息 什么意思呢 过去这六天最主要是由投信来做主导卖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10月25号以后到今天的11月1号 我特别去帮大家稍微看了一下 到底投信的成本落在什么样的价格区间 所以你看10月25到11月1号 6462的一个神盾 卖最多的 很明显的是华南永昌 那因为是总公司 所以这家应该是投信的卖单 然后包括了9800就是元大总公司的部分 他们卖了1054张 无论如何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所谓的 应该都是所谓的一个投信 开始去做出厂的单 那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他们的价格 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格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 以这个卖出的一个均价来看的话 这里是284 264 284 304 279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大概是在280块到300块钱之间的一个价格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写 为什么写290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写错 280块到300块钱的一个区间 现阶段它是跌破了 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 外资当初的成本是275到285 所以以这样的价格来看 多方的区间被做跌破 然后卖出股票的 大概都卖在280到300块钱之间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时候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后续的股价出现反弹的时候 他会面临到比较大的解套卖压 因为这个地方 他不是只有那个 不是只有那个散户要做解套 包括法人的部分 因为现阶段法人其实也被套住 对不对 所以法人他也开始会有一个 比较解套的一个卖压 那我记得在10月 应该是10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媒体有谈到 本土投雇的龙头 我不知道你想到哪一家 但是我想到的是很大的那一家 他说给目标价400块 那我是没有查到这篇报告 但问如何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以我们刚刚所给大家看的 那个分点筹码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最大价那一家的话 他其实也是正在卖方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比较具备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意识存在 那如果说你现阶段 你手上还持有这一档个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当然细项的部分 你可以跟夏老师来做询问 但是我简单讲一个概念 这档个股到底能不能够谈 他必须要看11月1号 11月11号 也就是下周 应该说是下下周一样 11月11号这个位置 他能不能够站稳回到 季线以上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讲 基本上我们有过去有谈过 就是说 你看技术指标 你会发现 他都会有一些惊人的巧合 什么意思 就是你用不同的技术指标 他告诉你转折点在同一个位置上 我们先来看这个KD指标 KD指标过去我教过大家 就是要算九根 123456789 现在在这里 对不对 好 下个礼拜 12 我之前我是谈礼拜三 他能够确 应该说礼拜三之前 他能不能够确认止跌 要看礼拜三 但是因为他创了一个新的低点 所以你就要重新去做调整 所以你要把这个礼拜走完 开始去做集叠段的时候 你的KD指标 他才有可能出现触底 换句话说 以时间点来看 我刚刚算到哪里 12345 到这一根开始 他才会有那个低点逐步往下 那你的那个值 他才会开始走换 这个如果你会算KD指标的话 你就知道 下老师在跟你表达什么样的概念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 简单来讲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你再从季线的一个位置来看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是11月11号吗 因为11月11号 他会扣到这里 对不对 如果你的股价没有在大幅度破底的话 他才会有一个 KD指标开始指稳走稳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另外一个概念是哪里 另外一个概念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过去你看下老师的节目 你都知道我用65 所以我不是为了迎合这件事情 然后特别去改参数 我一直用的都是65天的移动均线 所以同样的概念 现阶段在这里 12345 这是下个礼拜把它走完 对不对 到下下礼拜 也就是11月11号 他会到202 接下来他会走这个几掌段 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你接下来 你这个季线没有办法站回去的话 这条线会下弯 对不对 那下弯他就会变成是压力了 所以我为什么告诉大家 你要在11月1号之前 11月11号 为什么一直讲做 11月11号之前 他必须要站回到季线 如果没有的话 他的股价就会有比较大的修正压力 那你问我说 老师他的利空是什么 他的营收不是表现很好吗 说真的我不知道 那也就是这种不知道的利空的时候 我觉得才最可怕 因为当他利空出来的时候 股价可能已经跌一大段掉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类似这样子一个股票的时候 你在操作上面 你就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如果说你要操作IC设计的话 我想我要建议大家另外一档个股 这可能是你可以选择的方向 这档个股也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谈过的 叫做3661的世新 好那世新当时在10月17号 那时候我们讲的价格 大概是在175 那时候讲的投信成本是171到173 好那在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阶段的股价 今天是逼近了原本前波的高点198块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这股价涨那么多 你还觉得可以做吗 那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我们就是照着这个 所谓的法人成本 然后以及他的一个产业的变化 来跟大家做分析 所以从10月4号开始 这个是投信开始去做一个 积极往上去做推升的时间点 所以同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10月4号 当时如果说到今天为止 这个投信的成本 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买超第一名是统一总公司 那正常来讲这个应该是投信的单 所以你看到他的成本是179 这是买进 然后瑞士信贷是外资 我们先跳过 富邦是176块 这个是国内的分点 然后接下来原大总共是175块 所以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 包括这些买的比较多的 他大概都在180块钱附近 对不对 那180块钱附近你说 老师这个价格会来吗 那万一他先拉回到法人的成本 这个不就很吃亏 因为差了十几块钱的空间 但对于这两个股 他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是在于他现阶段 他具备有所谓的比价效应 什么意思 你如果有去看那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过去我们教过大家 你怎么样去查财报 那你可以去找那个已经公布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些法说会他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好 无论如何 我是要告诉大家 你在公开资金观察站当中的财务报表 IFRS之后的综合损益表 这个我们之前教过大家 我们不多谈 那上柜的部分有一档个股 他公布的财报 这一档个股叫做 不是上柜吗 上市 对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 上市的部分有一家公司公布财报 叫做3443的一个创意 好 那创意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创意的一个获利是多少 他在这里嘛 对不对 他最够一栏是这个所谓的一个EPS的部分 因为长度的画面大小的关系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 无论如何 他前三季的EPS多少 2.67元 对不对 那2.67元你说跟世新有差很多吗 世新他在整个前三季他所缴出来的EPS是4.86元 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是赚2.67元 一个是赚4.86元 谁赚的比较多 当然是世新赚的比较多嘛 但是股价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两档股价 两档股价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今天世新的股价为什么出现重挫 其实你从他的财报公布你就知道嘛 因为他赚的获利实际上是比世新还要少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股价在260块 但是世新赚了4.86元 大概接近5块钱的一个EPS 他的股价是在不到2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 所以当这样的产业基本上 他们都是属于IC设计 而且他们都是属于相关区块链的一个个股的时候 他们会去做比较的效应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是属于价格相对偏低的一档个股的时候 对于他来讲或许他离法人的成本稍微比较远一点 但现阶段他有一个优势 在于他有这个所谓的比价效应的一个存在 再加上说以这一波的行情 刚刚我们谈到嘛 从10月4号开始 这个是投信买上来 那当时我们有讲到嘛 这一波做上来 做的是 这一波做上来之后 这一波的卖超市最主要是以结账 获利入贷为主 但是到了10月份之后 他们重新买回的时候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投信对于这一档个股的看法 其实并没有做改变 当初在9月中旬 9月下旬去做卖出 他只是单纯针对季底的一个结账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倒是认为这个股价 应该会有一个持续往上攻击的空间 如果说投信买要做IC设计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那讲到比价效应 当然其实我们在10月30号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讲到另外一档个股的比价效应 这档个股是平概股 它也是当天召开法说会的6269的台剧 好那详细的内容我不多谈 简单来讲 第四季的高峰会落在10月份到11月份 所以以未来两个月公布营收的角度来看 它不会缴出一个很差的一个数字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讲完之后 礼拜四股价先往上跳空 然后今天股价再创下一个不断新高 当然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不可否认的它短线上面的股价涨的稍微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样的个股你要等待拉回 等待拉回到哪里 我们这边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从10月14号 14号比加 从这天开始到今天为止 外资的成本大概是102块到108块 它的range比较大 那为什么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很简单 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它中间有一个真空区 你在后面追的人你的成本都会比较高 所以它无形之中 它就把那个成本的范围把它拉开了 因为这里是106 这个缺口是106到108.5 然后外资的成本是大概在 就是102到108 这是平均的价格 大概是这个价格 那前三季4.78元 这个也是有利于比价效应的一个存在 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 当时其实有跟大家谈到 它比的是什么股票 它比的是4958的真顶 那真顶的部分 当然目前真顶 它还没有公布它第三季段多少钱 但是如果说你以它前两季的角度来看的话 真顶前两个季度是赚了1.89元 那台郡的部分是赚1.13元 或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都只有赚1块多 那个本益比都超高 对但他们在第三季 其实都至少能够缴出3块钱以上的一个成绩 那我之所以会认为说 这个差0.7元的一个差距 它能够做比价的原因是因为 台郡在整个第三季 它的一个营收成长率 它是比真顶稍微好一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如果说台郡能够赚到4块多 我想真顶大概就是5块钱上下 它的价格其实不会差太多 但无论如何 你看一个价格是110几 对不对 一个价格是146.5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它是具备有一个比价效应的存在 那当然这个股票我们就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比价效应存在 但是这档个股就不太适合 大家去做一个最高 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股本比较大 然后怎么讲 它的那个毛利率 毕竟这个产业 它不是属于那种很高毛利率的产业 所以通常走的时候不会走几涨 那有回测的时候你再来做低接 我觉得应该会是比较好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然后在平盖股当中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 应该是在于2317的鸿海 那鸿海的部分我在10月24号的节目里面 当时我有跟大家谈到 10月那个时候的外资成本大概是在76到77块 那当时有两家外资给的目标价 一个是美龄的94块 一个是大摩的86块 但当时我有特别谈到 我说下个礼拜二 也就是应该说这个10月24号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谈的就是 这个礼拜的礼拜二 就是10月29号 当时我们认为它比较容易进入空方的时间 好那的确从礼拜二 礼拜在这里 礼拜三礼拜四搜的都是黑黑棒 对不对 但是这种股票就是 怎么讲 基本上这种就是你要看着行情的变化 不是说我们看图说故事 而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原本它来到高点 它就比较容易 技术指标券转折向下 但是因为这一根长黄K的关系 它把整个方向都 原本是应该修正的 我那时候讲应该这样讲就是 我们没有看空红海 但是我觉得它股价应该就修正 但这一根拉出来之后 基本上它就去扭转了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先讲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多过了几天 所以我们重新去计算它的成本 大概是在78到80块钱之间 那其中这个小摩 这个摩根大通的部分 它是有上调这个 红海的一个目标价 我们先来看一下 2317的一个红海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从10月4号 从10月4号开始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买最多的是57000张的 台湾摩根市占率 然后接下来是接近5万张的摩根大通 它的成本大概都是78块 78块77块 然后在那边还有80块的 所以它的成本大概就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里面 好所以摩根大通给它100块 然后买了接近5万张 至少它的动作是一致的嘛 对不对 好但重点是你要直接看100块钱的价格吗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这个我们在今天非凡连线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大家讲到 这里是81.5 那因为配两块钱的关系 所以它是79.5 好但无论是这个也好 或者是这个也好 它都已经突破了 对不对 那因为这是一个图形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把它的那个 最近的走势图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突破仅限的大底 对不对 它是一个 五月到现在 大概五个月时间的大底 就是这一条位置 好那突破的状况底下 我刚刚讲了嘛 这里是81.5 然后如果是除息的话是79.5 如果你把它还回去的话 简单讲是这样子 好所以这一波是跌到70块钱附近 这里是9块嘛 我突破的状况之下 79加9它应该都多少 88嘛 对不对 如果是你要以这个价格来算 也可以啦 就加11块就到92嘛 所以正常的状况是在什么样的情形 通常我会以除息的那个价格去算 所以我觉得合理的价格 应该会先来到大摩的这个价格附近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做追价 我觉得先不用看到百元那个关卡 但是你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你要不要先去做追价 我觉得不用啦 因为怎么讲 你去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可不可以先打回来外资的成本 因为打回来外资的成本 外资没有赔钱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84块你打回到80块 是不是4块钱的空间 那如果你要往上看看到88块 是不是也是4块钱的空间 那你获利跟风险是1比1的时候 他不是就就怎么讲 就是他就没有做的必要性啦 你当然是要等到那个 我的获利会比我的风险稍微大的时候 我再来做嘛 所以正常这样的股票 我是建议大家筹码很强势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能够有压回啦 因为今天这一根出去之后 一样我们数9根 123456789 在这嘛 接下来进入到下个礼拜 都是平台啊 所以他回挡 回来的幅度不会太深 但是会不会压回 有机会嘛 所以你都等待那个压回的机会的时候 你再来去做一个低阶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 那最后在宏家军平盖股的部分 过去你看我们节目 我们都一直有在固定谈 跟大家谈一档个股 叫2392的振威嘛 那振威的部分 应该这样讲 今天外资一口气卖了3000多家 但是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挑对我们来讲 有利的来讲嘛 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先跟大家谈到 这一波最早是由投信来做买销来做发动 所以正常来看的话 应该是以投信的角度来做观察 那这一波投信 它从10月7号吧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从10月7号开始去做进场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的一个成本 其实大概就是落在 现在的价格下面一点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 群体经理买最多嘛 44.2 然后日盛43.75 你看这个都是总公司 所以这是都投信的单嘛 最低成本是永丰的41.5 但是大概就是43到45之间嘛 所以以今天的价格来看 它有没有差距很大 其实还好嘛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呢 我是觉得第一个 目前的反而的成本 大概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它的下档空间不会太大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是下个礼拜 它比较容易进入到多方的时间 过去这几天我发讯息 给我的会员朋友 我都是告诉他们 我说到下个礼拜开始 它会进入到多方时间 至少这两天的讯息 我都是这样子发的嘛 为什么是这样子发 一样的一个逻辑 你看下面这个地方就知道 123456789 对不对 今天是什么高点 下个礼拜的高点是不是才在这里 下礼拜的高点就不是在这里了 下礼拜的高点就在这里了 所以为什么过去两天 它冲高之后比较容易打回来 它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轮到 它发动攻势嘛 但是我在尾盘的时候 其实我有发给我的会员朋友 一通讯息 我说它的价格如果能够收在 45点 45.6 对不起 45.6元以上 这个指标会开始往上去做专者 这个怎么算 细项我不多讲 我只简单讲一个概念 就是你可以稍微把那个 这个算算速算的方式 就是 什么样的状况以下 你的那个K值会继续翻样 就是你前一天的K值 加上0.03 然后 乘以高点跟低点的差 然后除100 加上低点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实际上没有 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 那这个部分其实简单讲 就是说 你说这里跟这里有什么差 我告诉各位好不好 我直接把答案算给大家 然后你有兴趣 你自己去做对照 如果说是以这个高点的高低差的话 它是差4.8 对不对 48.4到 43.6 所以这个差4.8的一个状况之下 原本 下个礼拜要在45.68 我讲的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收盘价在45.68以上 它的值会是持续往上走的 但是到了 因为下礼拜一这个就不是高点了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9天的高点就不在这里了 它就会往后移根到那根黑K的高点是 47.2 所以它的结果会变什么 它的结果会变成45.29 就是45.3 那你觉得45.7比较容易还是45.3比较容易 就是防守的程度来讲 当然是45.3比较容易 所以它告诉你什么 为什么叫多方时间 因为它进入到这里之后 它比较容易翻上来 这叫多方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是觉得我们对于这档个股的看法没有改变 当然我有发目标价给我的会员朋友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方便去做公开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那最后补充一档个股 这个是我在礼拜三晚上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 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讲说 如果你担心大盘会回这的话 因为在之前9月份 那波整理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跟大家推 升级股我们是推那个419的续付 对不对 然后这一波我们跟大家谈的是保银附近 那今天的价格是收在94块钱以上 我只能够这样讲 或许你会觉得说 老实人家都说高票涨领板 你说这个 你看93块钱到今天太败了 94块钱也要去高败 但是至少这个东西是我公开 我在事前我先跟你讲的 而且我没有带你去做追股票的动作 不是吗 你说我们有没有做那个很投机的股票 这个也是外资买一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简单帮大家做一个结论 环节现在的行情的架构大致上是这样 就是目前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你比较有空间去做你持股调整 跟做操作 但是前提是你要把弱的股票调出来 你不要说后续股价涨到 因为这个礼拜很多人喊 理事长喊到12682 因为他是理事长所以我们不敢反驳他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不会那么快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过乐观 年底之前会到 这个太过乐观 但是我只简单讲就是说 目前还是属于多方架构 你不要真的行情涨到1200了 不要说12682 你涨到11800 11900 12000 你如果都还没有赚到钱 我觉得会比较可惜 所以你要趁着这个时候去调整你手上的个股 然后换到正确的一个股票上面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调整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新的Lite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 小鼠NE29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QR Code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那以及你如果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投资朋友 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1月1号的台股最前线